继续来关注县议会县政总质询的消息 疫情趋缓国门开放 先元林中坤建议县政府要加强行销 吸引国际的游客到花莲旅游 另外花莲市郁雨泽烟的问题 林中坤建议要兴建南宾抽水在蓄水池 而花莲市中心闲置的旧消防局大楼 林中坤则是建议县政府可以建制成为社区的运动中心 让民众有运动健身的好地方 先元林中坤表示 疫情趋缓国门开放 县政府应该要加强行销 来吸引国际游客到花莲来旅游 另外花莲市遇大雨折烟水的情形 林中坤建议要兴建南宾抽水站的蓄水池 来解决市区的烟水困境 过去我们台湾受到国际新冠肺炎的影响 导致我们观光产业停滞 但是县长对于县内的建设没有停歇 那也希望在国门打开之后 我们花莲是以观光为导向的一个县市 未来要怎么把花莲的这些优点 泡沫到全世界 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早做好规划 让观光产值实际反映到民生上面 让花莲的民众有感 第二点就是花莲淹水的问题 花莲是淹水的问题 全球气候变迁导致急降雨非常的频繁 那如何让这些急降雨能够及时的排出 那规划这个南宾志宏池 那个五辅千岁旁边的那一块 闲置的用地就非常重要 希望县府能够即刻赶快争取经费 向中央争取经费 把这个志宏池规划完成 让这个居民 重新市场福建 街这边的居民 不再受这个淹水之苦 另外花莲市中心 闲置的旧消防局大楼 林中坤建议县政府 在完成结构安全修缮检测之后 可以建置成为社区运动中心 让民众有运动健身的好地方 居民会幻市报道